本着无量的悲心,佛陀在说佛世间化导众生 即便视线涅槃,也为我们留下得度的因缘 大波涅槃经云,若见如来舍利,即是见佛 虽然释迦牟尼佛已入涅槃 但我们依然可以借由供养舍利,供养佛像,瞻仰如来,如佛在世 佛陀的色力,这个是圣物,所以它的加持力 所以一般在的时候会感觉它的,跟一般的书画展不一样 它会有一个很祥和的磁场,很温馨,很和平 那么这个很有爱心的那种能量 所以这个来见到这些色力的人都得到它的色手 所以甚至有些骨头啊,那些大腿骨骨,甚至密密麻麻的色力 这些一般都在全世界是看不到的 所以每一次我展出的都不一样 像你以前,对不对,那么久的时间 七年前也好,八年前,以前所看过的色力 我一批一批不同 所以每一个时段,所以全世界的收藏家都会找我 因为我在展出的时候,他们都会主动找我的 很多方面 那么这样的话,我把它带到世界各地,让人家广结善缘 能见到佛色力一面,那么跟佛的缘分就会很深 将来的幸福快乐就逐渐逐渐会去圆满的 当然不是一下子,但会来圆越来越深 所以为什么要结善缘 比较看得长远一点 所以那么这个,一这样推动这种正面能量的话 才是应该的,才是好事 所以那么就来把这个好的能量影响这社会的负面的 那么这个,这些黑暗面的,小极的,不好的 那我们以正面的光明来影响它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是要带动整个佛教界,宗教界 包括非信仰者都应该如此 那这个社会就稳定会健康的 久远劫来,佛陀始终本着无量悲心 往返娑婆世间,化岛众生 即便视线涅槃,仍然留下珍贵的舍利 为我们种下得度的因缘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